台北市建國中學樂棋隊 在日本參加2013世界樂棋大賽 與來自世界各地21支隊伍競技 以優異的演出和創意 榮獲第三名的好成績 陪同的台灣親友團 還帶上國旗跟自製道具 幫團員加油 當團員奪下獎盃時 現場也發出高分費的歡呼聲 建中校長陳偉宏表示 同學們練習過程很辛苦 能有這樣的成績 非常的高興 這個比賽的程度 非常非常的高 我們的同學們 在一個月的集訓 然後在這種 36度以上的酷暑下面 曬得非常非常黑 在這麼樣的強敵的 這個比賽裡面 能夠有這種成績 我們真的是覺得 非常非常的高興 當建中樂器隊代表 從大會主席手中貨頒獎狀及獎盃時 將近兩百名的加油團 揮舞著小國旗 歡呼聲響策會場 教練表示 建中樂器隊已連續四年參加世界大賽 都保持在前三名 在各國資源充沛 競爭激烈的環境下 得獎實屬不易 我們連續四年參加這個比賽 都保持在前三名 我覺得還蠻不容易的 因為畢竟在日本競爭非常的激烈 他們有非常非常多 很優秀很優秀的隊伍 今年比賽主題是自由 國愛 平等 建中樂器隊改編音樂劇悲慘世界 設計紅 白 藍 三色服裝 因為表演相當有創意 因此人數雖然不如其他隊伍 但還是受到評審青睞 拿下第三名的好成績 僅次於第一名的加拿大 以及地主國日本 小明星人